大汉声罗利音不足为奇 杨立伟曾在神武飞船上听到神秘敲门声 假如引爆一吨TNT炸弹 声音可达到210分贝 形形色色的声音丰富着我们的感知世界 但如今我们对它存在着许多误区 嗨科普拉闪电歌今天带来三个网红声音里的伪科学 胎教音乐能开发创造力 特定频率的声波能提高免疫力 白澡声可以有效催眠 这些都是真的吗 误区一 胎教音乐能开发孩子的创新能力 真相 大脑没有创新中枢 声波见脑并无依据 一些准妈妈准爸爸 为了培养孩子的创造能力 喜欢用音乐进行胎教 在孕期的最后几个月 孩子可以听到外接的声音 但如果采用音乐来进行胎教 由于音乐中有大量的高频声波 在穿透洋水到达子宫内部时 孩子其实听到的是噪音 因此用音乐对孩子进行胎教是无效的 甚至可能会起反作用 而爸爸的声音比较低沉 穿透洋水以后对孩子来说更加容易辨识 所以与其购买胎教音乐 不如多让父亲与孩子交流 孩子的成长是有自然规律的 过早的打扰不一定是好的 误区二 声音提高免疫力 无损音乐一定好听 真相高频声波有害 某些声音仅在青春年少时能听到 用声音提高免疫力是典型的伪科学 某些声音不仅对健康无益 甚至还有害 比如有人听到了瓜糖子宛的声音 就很抓狂烦躁 是因为这些声音的频率太高 对大脑是有害的 科学家在研究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某些波长的声音 只有青春期的孩子能听见 早于或晚于这个时期的人都听不到 人的听力范围是20赫兹到2万赫兹 但是过了青春期 大多数人就听不到16000赫兹以上的声音了 由于自然界中很少有16000赫兹以上的声音 基于用尽废退的原则 人脑自然而然的就放弃了这部分功能 网上有许多音乐产品下载或销售 有的号称是无损音乐 而无损音乐其实是保留了16000赫兹以上的声音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其实根本听不出来 除非是经过专门音乐训练或天生是金耳朵的人 有一些特殊的乐器发出的声音能达到16000赫兹以上 所以部分从事音乐工作的人经过训练后可保留这种能力 不过并不建议长期听这样的高频声音 因为声波对大脑有反向调节作用 频率越高能量越集中 长期听这样的声音会损伤孩子的听力 科学家研究还发现 目前市面上许多的高频声音接收装置为了提升信号揭发性能 改善声音品质不断提高电磁频率 造成能量偏大 长期佩戴这样的装置对人体会有伤害 电磁波有一定的屈服深度 同一频率的电磁波对不同材料的穿透深度也不一样 如果贴身使用某些音频设备 由于低频的电磁波进入不了皮肤下深层次的地方 只能在皮肤表面或浅层聚集 容易形成热效应 对中枢神经系统产生严重影响 误区三 白噪声催眠 真相 特定播长声音有助入眠 但并非灵药 这一说法有科学依据 但并非对所有人有效 由于都市人群夜生活增多 加班熬夜现象普遍等原因 失眠的人越来越多 相比口服保健药物等方法助眠 听阿尔法声波快速入眠这个说法 由于不涉及药物副作用 因此很吸人眼球 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 但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有效 需要当事人自己调整好零睡前的心态 阿尔法声波的频率为8到13赫兹 这个频率正好是人脑电波的放松节率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确实可能有助于很多人放松情绪和帮助入眠 也有人把阿尔法声波称为白噪声 我们生活中常听到的下雨声 流水声等都属于这一类型 但是听多久的白噪声才能入眠 则没有普遍的标准 这跟人的心理状态有关 也就是在听的时候 人的注意力是否能够慢慢开始集中 如果反复回忆白天工作中的事 肯定还会失眠 所以不要盲目跟风做无用之工 科学的去看待各种声音